每个人的手上都有一个安眠穴 这一个安眠穴能够让你一觉到天亮 大家好,我是中医主治医师 回生,关注回生,健康不夸克 那么现代人呢,在面临这种工作 还有家庭的压力下 经常会出现失眠的情况 其实人感觉很累了 眼皮都要搭下来了 可是就是睡不着觉 那么在床上辗转反侧 心烦意乱 总感觉心里面好像有一股怒火 像要发泄出来一样 特别的烦躁 那么有一部分人呢 他虽然睡着了 但是一睡着就做梦 这个梦就好像连续剧一样 一级接着一级 有些时候吵醒了 睡下来又是做梦 有些人中午都是一样 一睡下来就做梦非常的多 醒来以后呢 人感觉特别的疲倦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中医里面讲 更多是属于心神不安 那我们就要调节我们的心神 养心安神 那么养心安神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穴位 叫做神门穴 从这个神门穴的名字来看 可以知道它是精气神的门户 所以呢 它有比较好的养心安神 调养我们心神的作用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这个神门穴本身就在我们的手绍一心经上 它是心经的圆穴 所以呢 它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调节我们心经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个神门穴呢 在哪里呢 和医生教一下大家 首先我们的手呢 这里呢 有两条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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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其实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其实还有一条基建 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摸 摸得到这条基建 这样子摸的话就很明显了 那么这一条基建呢 就在这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叫做晚曲基建 那么这个晚曲基建 往这个拇指的这个方向 往拇指 往拇指的这一个方向的 这个凹陷处 这一个呢 就是神门穴了 这一个就是神门穴 大家先找到这条金 这边 这个地方有一条金 在我们小指这一侧 这个地方有一条金的 我们先摸到 然后呢 往拇指这个方向 的一个凹陷处 在凹陷处 这一个就是神门穴了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就比较好找了 那么这一个穴位呢 叫神门穴 我们可以怎么去用它呢 我们可以在每天晚上 睡觉前呢 进行揉按 可以用我们对面的手 一个拇指 进行揉按 那么进行揉按的次数呢 一百次左右 那么这样子就会比较好 那么在揉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闭上眼睛 舒缓我们的心情 同时呢 去感受我们的呼吸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这一个呢 就叫做神门穴 治疗我们的失眠 多梦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其他 有比较好的 调节我们失眠的一些经验 也可在视频下方呢 大家一起去进行留言 分享 交流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关注回声 健康不瓜哥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